万表流行力的粉丝们你们好 一年一度的日内把表展我们又来了 万表流行力体验书记得起 我们到日内把了 美丽的城市历史上的珠宝之都 擅长美丽钟表的制作 这次表展跟往年有很大的不同 很突出一点就是运动表运动功能 作为这高复杂的一个方向 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 而且有很多新的突破 但其实我喜欢的表不仅仅是这些 后面我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一说到江山丹顿你想到的是什么 在你们可能给出的138个答案中 我想提醒你一下 美媒江山丹顿的表上都有一个什么东西 对 马尔塔十字 最美丽的莫过于江山丹顿 驼飞轮框架上的马尔塔十字了 在这次表展上 江山丹顿推出了纵红四海的绿盘版 还有PATROMONY五年代风格的款式 纵红四海的驼飞轮 还有TRADITIONAL的驼飞轮 还有包括AGERY高定女表 另外江山丹顿的格楼工匠系列 今年也有重磅发布 等我们拍到之后给你解读 现在我们是在伯爵的现场 伯爵的一个重磅就是POLO 79 另外还有这款表也有说头 你不觉得这款表有点那个意思吗 对 伯爵POLO DATE橡胶大 现在我们是在IWC IWC发布的全新的葡萄牙万年粒 另外看过我们讲万表的 像体容貌的内容的朋友会发现 IWC葡萄牙系列的表壳有了重大变化 除了官方说的 Double Box 蓝宝石镜片外 很重要的是表壳侧面也变得挺拔了 而且葡萄牙系列 今年还是首次配备了全金属电袋 如果你是葡萄牙的粉丝 又是御宅族的话 新款葡萄牙的纵向表尔间距变大了 这里面又藏着一个知识点 给你点时间 稍后我们再深入的给你讲讲 现在我们到了泰格豪雅 泰格豪雅今年的新品 也是让我耳目一新的 有卡雷拉的熊猫盘 还有帆船运动表Skipper 这款表带倒计时功能 而品牌标志的摩纳哥系列 这次也出了炸裂的表款 复杂功能是双秒追真计时 机芯完全是钛合金打到的 怎么可能呢 后面会详细解读 泰格豪雅这些新品背后研发 有哪些可以扒的 我准备采访一下泰格豪雅的机芯总监 还要采访IWC的研发总监 还有江石丹顿的产品市场和创新总监 我觉得吧 这些总监是业界的一些顶梁柱 这些人他们掌握着这些品牌 未来的走向 如果你对这个品牌感兴趣的话 你一定要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既然到了日内娃 怎么能错过百达斐利 劳力士 果然是香奈儿 等等等等 这么多品牌呢 OK 有什么要问的跟我说 我代表你去看看 去问问 关注一下就全有了 你看看 收笔 找到 谢谢大家